《护士语》 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听《学科概述》 我们今次进入第十一课 题目是《抹世的气篇》 我们一起祈祷 指名一天父在主耶稣福临之前 因为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无多 他就会气纷纷来到世间 好似一只刨孝的狮子 用各样的欺骗伎俩 欺骗人 要吞食人 但感恩就是上帝你已经确定了 撒但不能超越脚界限 祈求天父带领我们 能够在你的话语里面 建立自己的信仰 好让我们在你的大能保护之下 安全无遇 祷告奉耶稣圣明 阿门 今课的全身节 记载在哥林多后书 十一章十四十五节 这也不足为怪 因为连撒但也装作光明的天使 所以他的妻翼 若装作仁义的妻翼 也不算稀奇 他们的结局 必然照着他们的行为 1848年3月31日 迎来了现代的招魂术 也就是与死者灵魂交流的旧做法 卷土重来 并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普及化 在1888年 著名的灵媒姊妹 马格雷达 和凯特 福克斯 他们承认 所谓灵魂所发出的声音 实际上是假的 然而 招魂术的运动 研究继续被推动 各位 我们越接近末日 撒但的欺骗就越普遍 流行文化被他们所滲透 使人越来越远离真理 今天我们会先看看撒但的欺骗伎俩 然后看看我们如何保护自己 免受撒但的欺骗 因此我们会分三个范畴来探讨 第一 受恶魔啟发的欺骗 包括 你所相信的 对你来说 就是正确的 死后的生活 和轮回转世 第二 恶魔的活动 包括 咨询死者 和看到已死之人 第三 保护自己 免受欺骗 我们先来看看 你所相信的 对你来说 就是正确的 马帝福音7章21节 凡称呼我主也主也的人 不能都尽天国 唯独遵行我负旨意的人 才能尽去 有人可能会讲语言 讲诡 行神迹 然而 上帝可能会拒他们于门外 因为他们没有遵守上帝的旨意 因此 理解上帝的旨意 是非常重要的 在当今社会 真理 被认为是绝对的东西 如果是相对的 我们就会用我们的思想 兴趣 和感受 来决定上帝的旨意 圣经 并没有这样教导我们 因为上帝的旨意 并不取缺于我们的想法 在马帝福音7章24到25节里面 耶稣鼓励我们 要将房屋建造在盘石上 而不是建造在沙土上 我们必须按照它写在圣经上的话 来行事为人 接下来我们看魔鬼的第二个欺骗 死后的生活 诗篇17篇15节 我醒了的时候 得见你的形象 就心满意足了 有些人试图以科学 来证明人死后的生活 他们使用贫死经验 来做到这一点 在这些的经历中 经历过临床死亡 并被救活的人解释说 他们在复生之前 见到了一道的光 属天的生灵 或者死去的亲人之类的东西 请大家注意的地方就是 他们实际上并没有死 他们经历了死亡过程的感官体验 但却是并没有经历死后的体验 圣经清楚地指出 只有当耶稣第二次降临 将我们从死亡中唤醒的时候 我们只能够亲眼见到上帝的面 好接下来我们看撒旦的第三个欺骗 《轮回转世》 希伯利书9章27节 按着命定人人都有一死 死后且有审判 圣经清清楚地表明 我们这一生只能够活一次 然而很多异教文化 甚至一些基督教的文化 却相信轮回转世 这就意味着人会过上好几世纪 以便他们每一世会变得更好 直到他们变成足够好为止 才能够进入一个值得长久生活的 乐园的状态 现在可以做出决定 这一点也是和圣经的教导相反 下一个题目是 《咨询死者》 《生命记》十八章十到十一节 你们中间不可有人使而屡惊火 也不可有占卜的 观笑的 用法术的 行邪术的 用迷术的 教诡的 行无术的 个音的 圣经揭露通过媒介或算命先生 咨询死者是一种欺骗 这种的做法在圣经中是被禁止的 按照这个原则 素罗从以思除去了 灵媒和招还述 然而当他没有得到上帝的回答的时候 他就去找他们了 即使他自己知道这是魔鬼的工作 他因此找到的是魔鬼 素罗实际上并没有见到实无义 是灵媒告诉他 灵媒见到了撒母义 灵媒传达了信息 撒旦知道尚列抛弃了素罗王 和他所继承的后果 所以撒旦用来欺骗素罗 下一个题目 《看道以死之人》 《以法所书》六章十二节 因我们 并不是与那属血气的争战 乃是与那些执政的 掌权的 管客者幽暗世计的 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争战 听到一个灵媒 述说他们见到死人的灵魂 并和他们交谈是一回事 而亲眼见到 或者听到一个死人说话 又是另外一回事 在《教会证言》第一卷 《会论》这样说 那些人的状态出现并模仿他们 正如我们在《传三节》所说 他可以装作光明的天使 他亦都可以装作死去的人 最后我们讲到 《保护自己》免受欺骗 《以法所书》六章十一节 要穿戴上帝所赐的全副冠装 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 将基督的义穿上 而不是我们自己的义 第十五节说到福音的鞋 表明我们必须活出 并分享和平的福音 十六节说到信心的盾牌 我们必须用信心 来抵挡敌人的欺骗 而十七节的第一段说到 救恩的头盔 表明我们必须上上记住 耶稣赐给我们的救恩 在第十七节的第二段 是圣灵的宝剑 表明我们必须学习圣经 并遵循祂的教导 最后十八节说到祷告 祂是我们的力量 和胜利的重要传源 在《教属的故事》 《坏论》这样说 邪述这一个名词 现今固然被人轻视 人与邪灵相交的事 也被看为黑暗时代的神话 然而招还述在今日所招引的信徒 不止几千几百 而是百万之重了 他已经转进科学界 参入了教会 并得了一些国家 立法团体的赞助 甚至集中于皇室、宫廷之内 这种招还述的大欺骗 乃是教育时代所严禁的邪述 现在以新的艾章出现而移 也在《级教会证言》 正常建立自己 就必在哪位大能者的保护之下 安全无遇 愿意我们将我们的信仰 建基在常理的华语上 唯有这样 我们只能够免受沙特的欺骗 好了 我们今天课俱述到这里结束 我们下一课再见 拜拜 拜拜